词曲 李卓盈 作曲 李卓盈 作词中 星辉 作曲 李卓盈 赐 police 月小牧 司卑凌佛 独中生 方程世事 求众生 生命点是 你大慈大悲心 孤独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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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谈一下佛教的重点 大悲无量 一般我们认为禅定 就是赶快打坐 内心不起心动念 事实上这个讲法是对的 但是它是站在解脱道的观念 站在菩萨道的观念 的禅定 它这种定 还是对所有众生永恒的悲心 我们也可以叫四无量心吧 就像一个妈妈 永远爱她的儿子 她不会改变 儿子在坏 她虽然骂她 讲她 但是她还是爱她 这个叫禅定 那我们大乘佛教 就是希望大家 既然你要修大乘佛教 你对所有众生 包括伤害你的 杀死你的 你都还依然爱她 关心她 那你要有这个禅定 但是有了禅定 你还是不能够圆满 所以你有了这个禅定波罗蜜 大悲心 那再来你就要去了解空性 然后由空性而生起方法 善巧方便 怎么样来帮助对方 光有悲心 就像妈妈对儿女的悲心 但是并不能解决儿女的问题 所以还有后面的波罗蜜 那至少现在我们要谈一下 如果这样修悲心 能够得到如何 第一 不过我希望各位 我常很羡慕羡慕 跟随喜自己 我会中文 因为会中文 我可以看经典 这是我生命最大最大的快乐 那各位不但会中文 还会英文 但是你能够把中文的佛法 翻成英文去让 讲英文的听得懂 那真的是太慈悲了 太慈悲了 但是毕竟很熟 而且各位还会讲 所以 但是你就要想办法 像我现在跑来跑去 我就希望碰到客家人 跟他讲客家话 碰到福建人跟他说 好惊悲 碰到老外跟他说 讲英文 能够让他了解佛法 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所以 那至少各位懂了中文 太有福报了 但是 但是懂中文 不是光拿来讲 而是要拿来看经典 甚至 把这些经典 透过你的语言 传播出去 因为 这个世间 老实讲 整个地球世界 还是要靠佛教徒来帮忙 特别是各位 汉传佛教 有很多 关于 消灾 爬肚 像我桌子上 一点都是生病的 那我想这也是 我们活着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 减低对方 一点点痛苦也好 尽力而为吧 就像我自己 我是因为我妈妈生病 我才出家的 所以对我来讲 能够减低他一点 病苦 乃至心理状态 这是我唯一的异地 异议吧 但是 但是你要究竟帮助 那你一定要有 成佛才有办法 就像我现在有悲心 但是我没有 圆满的智慧 或神通来帮助他 而且我们也没有 佛的力量 佛的力量 眼睛看不见了 佛光一照 眼睛可以睁开 对不对 但是 因为如此 自己不圆满 所以要更努力 更努力去圆满 所以我来念 一 佛告此事 菩萨摩赫萨 修行净律波罗蜜多 应当修习 大悲无量 为此大悲于诸善业 而为导手 譬如命根于初入习 而为其先 伦亡 欺保伦保为先 大乘万恨 大悲为先 所以 作为一个 什么叫摩赫萨 就是有空性 那空性表达是什么 就是无分别的慈悲 各位不分对新加坡人 对 哪一个国家 对一只小动物 对一个 看不见的 孤魂野鬼 没有去过的地狱 各位都要 有这样子的 全部的这种 关怀 跟连结关系 这个叫空性 所以 摩赫萨代表 有了解这个空性 而展现对 所有众生 平等的大悲心 我想各位要追求 做一个菩萨摩赫萨 那菩萨摩赫萨 修这个禅定 净律 波罗蜜多 那这个波罗蜜多 跟禅定 又不一样 波罗蜜多 讲的就是 成佛的资粮 这里面 包括 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而且不执着 这个禅定 而且空性 而且努力所修的功德 都是要 回向成佛 回向众生 可以自立立他 叫波罗蜜 自立就是断除我之烦恼 立他就是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做一个 这样发大心 关心所有众生 的菩萨 来修学 尽力波罗蜜 应当修习 大悲无量 为此大悲 于诸善业而为导手 所以各位在做任何善事 都以大悲心 为引导 离开慈悲心的动机 所做的 就变成磨叶了 所以各位 穿衣服也好 吃饭也好 都要不离开慈悲心 像各位 刚刚用晚摘 当然各位 要观想 所有众生都吃饱 甚至我们会 做一个简单的 私食 养成一个习惯 而且吃到这个 就像药一样 叫药食 那就是说 吃一顿饭也要有这个 大悲心 那大悲心 譬如命根 于初入习 而为其先 所以一个人 一个友情 这个生命能够留下来 是因为他有呼吸 就是说 那一个菩萨没有悲心 他就死亡了 所以我讲这句话 身体可以死 你一生气 你的悲心就死了 那是最可怕的死亡 身体可以死 但是 慈悲心不能死 一起的失心 嗔恨心 那这个菩萨就死了 活了也没用 行尸走肉 所以伦王七宝 伦宝为先 伦王要打仗 在七宝里面 伦宝是最重要 那我们大乘万恨 修一个大乘佛教 各位你不能说 我只喜欢研究论言经 我喜欢大悲咒 我喜欢怀言经 我喜欢持咒 不行的 菩萨是所有世间 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要圆满 离开世间法 不叫菩萨 所以众生无边 烦恼无尽 做个菩萨 法门无量事也学 所以 要这样去看待 当然站在世间的学术 我是研究专业 哪一科 成为一个博士 领域 大家很尊敬他 做一个菩萨 你不能说 所以我念下来 上台奖金 下台做工 你都要毁 而且你要有一个 正确的思维能力 去分析一切 所谓空性 这个世间 没有一件事情 跟你没关系 竹林寺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责任 新加坡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责任 马来西亚有没有关系 生命的责任 没有一个 你可以自身事外的 所以佛教里面讲 缘起性空 凡是缘起的一切 是你存在的住缘 这个叫空 我们不是单独存在的 花草树木 各种友情 那才是我们的生命存在 住缘 都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一个修行者 一定要念下来 尊重对方 感恩对方 不能抱怨 没有人对不起我们 如果你失去了尊重对方 看不起对方 我学佛 你不是佛教徒 我吃树 你吃肉 你一开始侵蚀对方 你就不是佛教徒了 所以就像今天你的母亲在生病 那就是你的责任 我们修行不好 我们功德不够 所以是保持这个惭愧心去努力 那这么多人在生病 那我们也要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这个叫 要对所有众生 知恩报恩 尊重所有众生 那所以 作为一个大乘菩萨 什么事情他都要去参与 都要去帮助 但是都要以大悲心 为主题 那后面写了 那什么是大悲心呢 我们一直念三条 简单的解释来 一 云和大悲 一 以这个摩赫萨这种 广大 无私心 平等的悲心 去利益安乐所有友情 包括一只蚂蚁 包括一只蟑螂 包括一个天神 只要在轮回的众生 都是我们要对他利益安乐的 这才叫 大悲 所以各位一定要念习 在新加坡 因为地方比较少 小 人比较多 看人已经看烦了 这样不行 以后你要站在电梯口 大悲心 这样 我爱你 我妈你别命 这样 因为你要培养 你不培养 没办法 像我这个人 已经有一点孤僻 所以我老是说 就像开箱法 我现在是去培养悲心 去还债 因为我很想 我可以不动 但是我认为这样会 会让自己越来越孤僻 这样不行 而且对任何生命 就要完全开放地去接受 你要送一只最大的毒蛇 我又把它养起来 反正就是要救它就对了了 然后能力做不到 也要想办法 不过我发觉 现在好像越来越简单 反正你说好就没事了 你要说不好 事情就来了 所以反正 来到你面前的一定有缘 如果动机是正确的 就没问题 除了对方动机不正确 那你就不好了 对方动机绝对正确 那你只能说好了 所以第二 自信大悲 这个叫自信大悲 很重要 佛教要我们开发自信 找到自信 这个自信就是 本来如此 我们的本体 就有这个大悲心 就像在猛毒的老虎 看到他的儿女也会爱他 对不对 最近网络上 有一只猛的老虎 就到要杀一只小鹿 结果他还爱上他 这个就是母爱吧 所以我们自信里面 就有这个大悲心 本来的就能够救济 这些痛苦友情 不由他教 所以会要 我认为现在这个叫末法 一个人修行者 如果没有这个悲心 你要去教他修慈悲 有一点困难 现在只能说 他想要去慈悲 但他不知道怎么慈悲 所以我们来讨论可以了 那怎么样 那开发自己的悲心呢 那你要去思维众生苦 思维到自己会掉眼泪 然后这个人 虽然一直伤害你 攻击你 你都不敢一点点恨他 抱怨他 反而还要去思维他的痛苦 要故意这样培养 不然的话 我们的这种自然的悲心 就开发不出来 我想一个小孩子在哭 妈妈自然就过去抱他 这个叫不由他教 这个跟他宗教没关系 但是如果一个人 虽然他是说 他是菩萨 他在修菩萨道 结果看到有众生受苦 他故意逃开 他已经没资格叫菩萨了 这个叫假名菩萨 所以 第三 一切友情我应救护 这叫责任 所有众生在轮回 都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救护对方 这才叫大败心 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 但是各位要故意的 去吸收对方的苦难 而且真实想要帮助对方 要一直培养 一直培养 就像我们生命协会 在Galang 所以我每次去 都对那些男人慈悲 对那些女人慈悲 对那些爱吃榴莲的 更要慈悲 那你不能讨厌 然后那些被吃的动物 你要慈悲 然后你要想尽办法 每一个店 你要对它慈悲 希望它们发财 由世间法 慢慢希望它们走入佛法 然后我们生命协会 旁边有很多 不同的寺庙 不同的宗教也有 道场 你都不能排斥它 你要故意 希望你们更好 你要故意的 慢慢慢慢养成一种平等心 而且最好各位 你还有护法神告诉他 护法神你帮助我 如果哪一天我不慈悲了 你提醒我一下 就叫提醒一下 让你突然很痛苦 让你突然如何 因为人的惰性 习性 它很容易就过去一样 那要很严格地去 护法就是护你的正法 如果你真实要这样做 他一定帮你 你不要环绕钱的问题 世间法的问题 这是护法的责任 我们只要保持这个 真实要做的 自然就成就 四五六七 我们点一下 四 不令他人得其便故 名为大悲 五 大悲者能做方便 承办一切 助菩提故 六 大悲能悟 无失 自然治故 七 大悲能处一切 自心热闹 随顺有情 为饶益故 第四 不令他人得其便 这什么意思 不让任何人 影响你的慈悲心 我是这样解释 今天有人 真的害你 伤害你很重 那你还是要保留他的 对他的悲心 就像魔来干扰 释迦摩尼佛 佛陀并没有失去 他的悲心 佛陀依然对这些魔王 升起慈悲三昧 所以叫 不令他人得其便 如果各位你要抱怨 你有一百个借口去抱怨 别人对不起你 伤害你 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就像很多人说 现在佛教乱了 现在末法 我说你讲这个意思是 很灰心 这个世界再怎么黑暗 一个小小的灯光 就可以让它 大家看得到你的亮度 这个世界是我们修慈悲心 最好的祝愿 所以不能灰心 要永远有信心 而且这个人再怎么不好 现在度不了他 跟他结个缘 种一个种子 就像那个 维托菩萨将来成佛了 这个世界穿过出家衣服 穿出家衣服 是杀人放佛 去强奸女人的 将来他成佛了 他负责度他们 解脱男子成佛 没有一个出家人 会被舍弃的 所以我想时间的问题 因缘的问题 而不应该去舍弃对方 但是不舍弃对方 并不是说 你永远要跟他在一起 佛陀教我们 要远离恶之事 这个修行人 他是私心的 心不对的 你还是要远离他 但是不能舍弃他 你要永远对他 有悲心 回向给他 而不是内心里面讨厌他 不要这样 如果你内心讨厌对方 那你就伤害到你自己了 第五 大悲者能做方便 承办一切 助菩提顾 所以 慈悲心的人 你要用各种的方法 来圆满承办一切 帮助自己跟众生 圆满菩提的方法 所以慈悲不是说 我好心 好心你不会煮饭 那就好心 那么饭菜那么难吃 不管你用慈悲心 但是你要把事情做得圆满 这个叫大悲要有这个方便 我想各位 我经常有时候看电视 我很喜欢看那些主持人在讲话 特别那些大型的奥斯卡金像讲 人家讲话 很多人喜欢听的 而且有那个技巧 一个新闻评论员 他有那个变才 只是他跟我们动机不一样 这样而已 但是你不能说 那个没用 没用口才都比你好 没用 外表都长得比你帅 人家做影星 只是因为他有这个福报 但是他没有拿来用 这样而已 他叫损福报 他在利用他的外表 利用他的能力在赚钱 那就损掉了 那我们虽然讲悲心 尤其这个时代 那更要有善巧方便 现在有网路 现在有各种方法 我想印度人拍的那一部 佛陀联系剧 各位看了没有 也非常好 但是他是站在解脱道来拍的 至少很多部分还是很好的 那在这一点 我们随喜功德 所以我们现在就请人家翻了 翻了各国的语文 希望他们能够看到 那哪一天能够拍一部 包含所有佛陀的教法 解脱道的 大称的密称 融为一体的佛陀传 这样就可以接触更多的众生 第五 大悲能悟 无私自然自顾 各位很重要 慈悲自然开悟 有些做事情为什么做不来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有大悲心 无私自悟 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做 就像各位 你要看广告版 法行 寺庙 不管佛法 你有悲心 你就能够找到那个重点 所以大悲心能够开悟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悲能悟 无私自然之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无私自然之 代表我们大悲心不够 那你会被卡住 那你会被卡住 第七 大悲能除一切自心烦恼 随顺有情 为饶欲固 所以当你内心有烦恼的时候 你只要去慈悲 你内心烦恼就不见了 光明一出现 黑暗就消除 所以一起大悲心 这些自私的烦恼就不见了 而且大悲心 能够随顺有情 为饶欲固 这个众生需要什么 我们能够随顺他 这一点最强的 我接触三寸佛教 南传 汉传 密乘 我都接触 这汉传佛教这一点做得最好 随顺众生 他需要什么 你就给什么 那密乘佛教里面 可能功课太多了吧 他没办法 因为他们每天要修 要闭关 所以他世间法不懂 但是在修法 真的是很圆满 很认真 但是他没有办法 这么善巧方便 南传佛教呢 戒律很严 有时候必须很多事情 就格格不入 但是也有他的好处 但是现在要三个 我们都抓住了 所以因为有悲心 就会体贴对方 随顺友情 为了利益对方 怎么去做 是最方便的 要不会卡在那边 翻过来 八九十 念一下 第八 大悲能护 有情故 大悲所度 有情 无有量故 九 大悲不舍 贫穷 诸众生故 为诸有情 心无悔故 十 大悲能令 自他一切善根 皆得成就 是则名为 大悲无量 大圣离去 六波罗密多经 所以这部经 各位 最好请来看 下回我们也会印 它 地藏经的三倍吧 两三倍而已 但是 里面 把这个大圣的 六波罗密 就像这样 详述的 非常的圆满 而且一条一条 很清楚 第八 大悲心 能够让我们保护 所有众生故 因为这样 所以大悲心 所度的 有情就 无量 无边 因为你只要活着 你就在关心 整个有情 众生 因为你用大悲心 所以 刚刚一开始有讲 佛法是心法 要把这个 不好的 不圆满的心 调伏 然后开发出 悲心 那如果你用来悲心 那你就改变了世界 改变了你自己 所以有这个大悲心 谁都会欢迎你 自然欢迎你 那你就能够 帮助对方 那我们 学大圣佛教 就是要广度有情 所以你只能用大悲心 那所有众生 才会接纳你 而且你能够帮助他 第九 大悲不舍 贫穷 注重身故 没有钱的 没有佛法的 那因为有悲心 我们不会舍弃对方 舍弃对方 就违背菩萨戒了 为诸有情 心无悔顾 所以菩萨为众生 不断地来大悲 轮回 他不会后悔的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 你看到老公 你要跟老公 他说 我没有后悔嫁给你 OK 为什么 慈悲 慈悲 所以 而不去看对方的缺点 你要讲对方缺点 讲不完 所以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了 但是因为不圆满 让我们可以去修 一个圆满的慈悲 圆满的智慧 跳过来请翻到194页 我们大家都归三宝 然后 站在大乘佛教 什么是真正的 归三宝 所以这里面 佛 跟 一位 遗瘸长者 讲了这个 在家菩萨的 归佛 归法 归身 非常重要 我们一段一段念 再来简单解释 第六 长者 在家菩萨成就四法 归依于佛 何等四 一 不舍菩提心 二 不费劝发菩提之心 三 不舍大悲 四 于余圣中 终不身心 所以佛陀说 在家的菩萨 成就四法 真正圆满 归一佛 那四个呢 第一个 永远 不离开 菩提心 不舍就是 就是 不遗弃 不离开 所以各位 你做什么 都是为了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成佛 以这个动机 去做每一件事情 当愿众生 所以菩提心 是一切的要点 很多人说 哎呀师父 我大悲仲 念了一千遍 怎么好像还在生病 哪里还没好 我说你又没有一千遍的菩提心 你念大悲仲 是应该跟观音菩萨 同行同愿 同心 这种大悲心 这样 至少 平常你做不到 但你在念的时候 你要想 我就是观音 观音的心 观音的行为 观音的愿力 那就是菩提心 那你要慢慢念习 也是念习 就像说 现在你不是皇帝 但是你要当作 你是新加坡的皇帝 你要去关心 所有老人宴 每一条公路 河边 这些商店 怎么办 都是你的责任 你要为他们好 你要有这个承担 那这个叫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什么 所有地球 所有众生的生老病死 所有地方的好好坏坏 都是我的责任 有情无情 都是我的责任 而且要让对方更圆满 那这个叫菩提心 那简单的说 归佛 你不能再归自己 你不能再归我要 我不要 所以叫 归佛 发菩提心 消除自私贪心 你有自私贪心 这个我执 菩提心就不见了 所以那各位要 要练习 让自己安住在菩提心 那当你有大杯菩提心 你会发觉 那当下的 我就在空性里面 那可能我们没办法 做到三昧 二十四小时 分分秒秒 什么叫金刚秤 什么叫密秤 密秤就是 时时刻刻 保持在空性 菩提心的密秤 这样意思了 所以他们 闭关修 移轨的时候 或什么 我一直强调 外表变观音 身音观音 心事观音 这个叫密秤 那我们 修大乘佛教 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不舍 和菩提心 分分分秒秒 那所以各位要念习 一个月六天 六灾日 拿来念习 我今天六灾日 八观灾界 身口意 变成阿弥陀佛 身口意 变成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在家里 一直念大悲咒 普门品 你要念一声 那赶快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河边 去苦难的地方 去帮助 因为你要有行为 这个才叫真正归佛 不但自己如此 第二 不费劝发菩提之心 念一下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看到你的 听到你的 都一定要让他们发菩提心 但是你不可能说 我没有发菩提心 我叫别人发菩提心 那不可能 那什么是菩提心 所以各位你就要去 深入精湛 清尽善之士 我认为最快的 就读地藏本愿经 读地藏本愿经 乃至你读阿弥陀经 你只要念佛 愿身净土 将来成佛 那你也不退菩提心 但是你想尽办法 一定要去 影响对方 劝发对方 而且不能放弃 不废 不能放弃 所以我有一次 最感动到 潮州一个地方上 他们跟我说 当地的会长 86岁 癌症末期了 但是他硬要来 大家就让他来 退出论 上台就讲 菩提心 菩提心 这样而已 他死了要讲 菩提心 非常伟大 非常伟大 所以后来他往生 向好庄严 这一定是往生净土 就像我的师公一样 往生之前也跟我讲 不能够离开菩提心 你要传菩萨界 劝人念佛 这种老和尚太伟大了 他们的思想 很坚定 但是因为 在磨难里面 才有这么高的 坚定的思想 所以 不费劝 所以各位 哪一天你要死的 要讲什么 我别人做 不行 你们要发菩提心 要这样 你要一直要告诉对方 菩提心是什么 你现在就要去表达 你的身口意 变成一个菩提心 第三 不舍大悲 所以当然永远 不能够离开 同情对方 愿对方离苦得乐的 心态跟行为 所以一个人不能狠 不能狠 我想各位 就像你呵护了 你的小baby 你永远 妈妈 永远不会舍弃 我们的小孩子 永远爱她 只是妈妈 这种爱 是一种世间的词 而不是一种 佛教的悲 空性的 因为她还有执着 这个执着 反而没办法 表达真正的慈悲 但是我们要站在 这种无所求 虽然无所求 但是却不舍弃对方 是于一称忠 忠不胜心 你归于佛了 按照大称 你不能说 哎呀 我成佛太困难了 我不要 我去升天好了 甚至我就干脆 天天打坐 解脱就好了 甚至我去做 有来世 享受 现实来世的福报 都不行 我们 对所有修行者 不分宗教 我们都保持悲心 希望他好 但自己永远 决心成佛 就是对所有其他的修行方法 乃是方便方法 我们不会升起说 我要去修他的退转 离开菩提经的意思 所以要 于称忠 忠不胜心 但是你对所有的修行方法 你都要懂 因为这个人要升天 你就祝福他升天 这个人要解脱 你就祝福他解脱 但是我们自己还要安住在菩提心 所以我希望各位经常念念的 把它背下来 归佛 归佛是在做什么 再念一次来 一 不舍菩提心 二 不费劝发菩提之心 三 不舍大悲 四 于余称忠 忠不胜心 这个叫 在家菩萨 归佛 第七 张哲 在家菩萨成就四法 归依于法 何等四 一 于法师人 亲近依附 二 听闻法语 善思念之 三 如所闻法 为人也说 四 以此说法功德 回向无上 正真之道 那我们既然 真心的归依佛 愿圆满 愿圆满菩提心 那我们要了解 成佛的方法 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成佛的方法 跟帮助众生的方法 就是慈悲 那我们要去了解 地藏经也好 华言经也好 令言经也好 都是在帮助众生 如何成佛 如何圆满 悲心 如何断除烦恼 那所以 我们要去亲近这些修行者 真正的修行者 与法师人 亲近 依附 在家人 千万不要说 反正我很会看经典 我很会读 我很会解释 然后呢 我不去亲近出家人 当然 并不是说 每个出家人 我们对每个出家人 是平等的 恭敬 供养 可以 但是在法的部分呢 你还是有所了解 抉择 这位法师 是不是一位 大秤的修行者 如果你要修 大秤佛教 他有没有真心 有菩提心 不然对我们来讲 是尊敬 但是不依子 但是我们现在 各位你们问 那这个世界我找不到 不可能的 佛陀很慈悲的 这个世界 很多佛菩萨 都化身在这个世界 只是你又没有 生起这个心态 所以对这些 大秤的法师 以法师人 各位要亲近 供养 依附 依附也是依子 你困扰的部分 你就问法师 这位法师跟你讲 这样你就按照 这样去做 但是各位 所以在这一点 你要观察 对一个 你所亲近的出家人 这位法师 他是不是 正知正见 他有没有 法师的资格 这些你还是要去了解 那作为一个菩萨 部分在家主义 也希望自己 能够被学习 所以你要要求你自己 你要做法师的资格一样 第二 听文法以善师念之 那我们看的经典 听文佛法 各位要好好的 闻 思 修 思就是思维 念就是保持正念 就像保持慈悲一样 所以要 好好的去 思维 至少你要 听熟 各位不要懒了 我发现现在 现在人就忙于看手机了 花很多时间 但是 无论如何 当然要去了解社会 但是你要 你要把你的重点要 就像你念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要 我要往生 我要 安住空性 我要发菩利心 念阿弥陀佛就是在 你为了这个 因为我将来要成佛度众生 那如何成佛度众生 那你要实际的去做 经验三福 这些你都要做到 你不能说 一跳走 我要成佛 念佛就可以成佛 但是这些 这些次第一定要圆满 这些菩提道次第 一定要真实去做 现在很多人 研究菩提道次第 是研究了 但是他没有在做 他只是当做理论 大家来变经 大家来聊一聊 但是他没有实际在做 没有实际在做 就像有一次 有个居士跟我聊很多 聊很多 后来他太太来了 他对他太太很凶 我说完蛋了 我就说 你对你太太 我这样啊 那你对别人呢 那你这样不像佛教徒 你对你太太这么凶 那你说你研究菩提道 干嘛 你跟追石头讲话 你要对你的亲人 对你的爱人要很好 对你的父母要很孝顺 这才叫你在学佛嘛 如果旁边的人都感受不了 你的这种尊敬对方 慈悲对方 爱护对方 慈就给对方快乐 没事你也要两天 讲一个笑话嘛 让他快乐 那你 所以 各位你要去了解一个人啊 你一定要看他周围 你要去周围看看 探听探听 你比如说这位法师 有电视上很聪明 往往 你要去周围看看他旁边的人 他怎么对待周围的人 是如何的 这些你一定要观察清楚 不要光看外表 然后 哪天你去那边出家 你会后悔一辈子 这一点你个人也要 你听文法 你要去思维 这个符不符合佛法 而且你觉得有道理 你一定要去实践 善识念子 不但如此 三 如所文法 为人言说 这一点我要强调了 很多人 就是反正我来听 听完就我的 跟我太太没关系 跟我家人没关系 跟我上班没关系 那不应该 你听了 怎么跟对方说呢 所以我现在 劝大家 你自己在车上 或打坐的时候 不管你在念阿弥陀佛 内心想的是 我如何劝对方吃树 发菩提心 我如何劝对方 你要懂得修行 你要一直有这个思想出来 所以你的思想就在立他的思想 就在说法 只是你没有声音这样而已 这个你平常不培养好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但是话又讲回来 你真的很爱你的儿子 你有很多话要跟他说的 自然有很多话跟他说 所以如果你没有强烈的悲心 那就算你去讲佛法 人家也听不懂 这两个还是要结合在一起 你有强烈的悲心 因为你归佛了 不舍弃众生 不舍大悲 所以我要为众生 他在得癌症 他得肝癌 他有肇癌症 他有贪嗔痴 那我怎么帮他 为他们去听法 去思维 然后当然先要帮到自己 你自己要能够超越这个烦恼 然后想尽办法去告诉对方 如所闻法 为人演说 最后呢 以此说法功德回向 无上正真之道 意思是说 说法不是为了自己的 口才好 傲慢 我比你懂 而是为了成佛 追求佛的智慧 为了成佛 以此功德 那各位我想不是说 说法回向无上菩提 而是你任何一个善业 一个好的念头 都要回向众生 回向菩提 那这个才叫 规法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经典写得好不好 太好了 各位你不看了 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而且现在经典到处都有 不用钱了 到时候印了一大堆 电脑一大堆 但是各位 我发觉 我还是必须抱怨一下 很少人看 喜欢忙 忙一直忙一直忙 忙得很快乐 边忙边抱怨 那就OK了 但是他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 就没有佛教的思想 这个很可怜 再来什么叫归生 来 把长者在家菩萨成就四法 归一余生 一 若有未定入生文圣 劝令发于一切至心 二 若以财色 若以法色 三 依于不退菩萨之身 不依生文身 四 求生文德 心不注重 在家菩萨 什么是归一生呢 法华经说 佛教只有一称 佛成佛 是要让众生都成佛 解脱到正阿罗汉 是暂时方便说 因为印度 那个时候苦行外道 他为了解脱 所以 正了阿罗汉以后 他的生命状态呢 并不是就没有了 他只是在那个定的状态 保持这样 所以为什么在极乐世界 所有净土 有这么多阿罗汉 无量无边呢 佛陀是希望 这些阿罗汉 你醒过来了 还发觉 还在这个世界 只是你心是极静的 你的心是极静的 但是你的夜暴 这个身体 还是在这个世界 所以佛陀希望他们 回小向大 最后成佛 唯有成佛 这才是佛教的根本目的 所以不可能说 我今天入了身文称 苦极灭道 我断除了无名摊爱 然后我生命永远就停止了 没有 他只是保持在那种 定的状态 的心态 肉体还在轮回 而且阿罗汉还有一个缺点 因为我经常去缅甸 他们真的有神通 真的知道你想什么 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毕竟 他看不起你 因为他是阿罗汉 他追求这个 解脱的傲慢的时候 他得到解脱了 他看不起 你同样是出家人 他反而会看不起你 因为你不是阿罗汉 但是问题是 跟阿罗汉接触 又有个缺点 他们没有悲心 他关心的不是整个法界 他可以讲你前世是什么 你身上是什么病 他可以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 这个也变成他一个方法了 但是他没办法像佛的这种阶段 所以我问了很多 所谓他们 跟我介绍的阿罗汉有神通 我都问这句话 请问佛在世是吃肉吗 他们就不用神通看了 那就是巴黎文说 这样而已 因为我跟他讲 佛在世 佛不会吃肉 任何的肉 也是佛神通四线的 没有友情意识的 那这个你要有正量去看 那就没有问题 不然那个时候 推到学术来 那这个是逃避现实 所以 这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说 我们皈依身 若有未定入身闻秤 要告诉对方 入身闻解脱 入二秤 不是究竟 劝发于一切自行 要去追求 成佛的圆满 智慧 这才是真正 佛法存在的目标 所以要这样去看 第二 如何度众生呢 若以财色 若以法色 需要钱的 需要帮忙的 就像各位去老人院 孤儿院 那你要 你要给 你要给钱 随缘尽力 再来呢 若以法色 那进一步要告诉他佛法 慈善跟慈悲是不一样 慈善是你一直给他钱 你反正是慈善 那很有福报 但是从慈善为方便 你要慈悲 给对方 就近解脱的方法 告诉他 就近解脱的方法 脱离轮回的方法 所以若以法色 这两个 但是你要先给钱 那你才能够给他法 不能直接 单刀指入 对方不会接受你 所以各位要爱与 要布施 立行同事 试色法 要一步一步来 三 欲以不退菩萨之身 不依身闻身 如果你要修大乘佛教 这根本佛教就是为了成佛 那你要依止那些 不退菩提心的菩萨身解 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教 观音菩萨是我们依止 观音菩萨是身解 但是他不可能退转 甚至已经成佛来视线的 从无形的你可以这样来依止 那从有形的 如果能够依止到 这些真发菩提心不退转 那事实上我们 我们大乘佛教 是每一个出家人 都是受菩萨戒的 但是有没有真实发菩提心 另当别论 那至少你要去观察 按照这个菩萨戒的戒条 发心这位善知识 是不是有达到那个阶段 那为了达到不退转 所以我们要进入灯地菩萨 最圆满要进入八地菩萨 才确定不会退转 但是现在各位你放心好了 你说哪里找 你放心好了 你时时刻刻 齐请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他不可能舍弃我们 他会引导我们去接触 所以要依依不退菩萨之身 不依身闻身 因为身闻身不是他错 理论非常好 禅修非常好 甚至已经到阿罗汉 但是毕竟不能成佛 就像阿罗汉的神通八万节 但是很多究竟他看不到 是很重要 求身闻得心不注重 虽然你讲你是要成佛的 但是你没有身闻的德行 你没有出离心 你还在贪嗔痴 还在执着世间 那这个你没有资格谈大乘佛教 出离心为基础 因果心 背下信心 因果心 出离心 这是基本 你没有这个 没有前面这个 不可能有后面这个 你不能说 那我是修大乘佛教了 所以我不用修出离心 那大错特错了 像我刚刚有吃晚餐 惭愧啊 就这样而已 你做一个大乘 那本来身闻乘 本来就应该要过五不食 这是应该的 那只是我们的没办法 或是为了接触众生 你只好这么做 那心里要有惭愧心 但是你不能说 本来就可以吃 但是你要知道目的 所以你要有这种 出离心 对金钱 对男女 对欲望 你要能够放下 要有身闻的德行 只是说 不追求个人解脱 所有众生 都得到解脱 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 心不注意身闻心 这样来归身 那我这样解释 希望各位啊 一定要文事修 多读几遍 多思维 然后按照这样去做 至少我们是三宝弟子 我们能够真正的归一三宝 第九 在您是 父子长者 在家菩萨 见如来仪 修于念佛 是名归一佛 闻于法仪 修于念法 是名归一法 见于如来 身闻生意 而不忘失菩提之心 是名归一身 所以佛陀说 在家菩萨 看到佛像了 但是真的见佛了 这个叫修于念佛 我们要经常意念佛陀的种种 意念佛陀的向好庄严 意念佛陀的功德等等 是名归一佛 一定要如此 我想就像一个小姐 第一次谈恋爱 真正就爱上一个男人 我看她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她 这是自然 她认为这就是我的生命 这个很正常的 那只是说 这个是个痛苦 但是我要是这样比喻 然后时时刻刻去 意念佛陀的庄严 功德 再来文以法语 那现在各位读心经 读地藏经 钥匙经 普门品 各位比较常读的 八道仁觉经 那既然你已经看到佛法了 听闻佛法了 那你要修于念法 要保持正念 不离开 比如说你爱生气 那佛教说不应该生气 要柔软心 柔软心是成佛的基本 谦虚柔软 不能有恶口 称惠心 那你要保持这个正念 引导你自己 修于念法 是名归一法 大乘佛教 不舍大悲心 那你已经听到了 要修大悲无量 那你结果 没有悲心 那这样你就没有归一法 那就很吃亏了 你没有真正的三归一 那后面就不用谈了 见一如来 身闻身矣 看到佛 乃至出家众 而不忘是菩提之心 佛是圆满菩提心的 这些身闻身 他是为了追求菩提的 所以看到出家人 看到佛像 就觉得 我是为了圆满菩提心 这样归一身 最后来 扶持长者 若菩萨愿常与佛聚 而行于师 是名归一佛 守护正法 而行于师 是名归一法 以此布施 回向无上道 是名归一身 大宝基金 欲且长者会 这部大宝基金 我还是各位真的要请来看 精髓大宝 各种的重点 累积起来的 串起来的 他不是从头到尾 讲同一个 每一品每一品 讲的不一样 这里面是 欲且长者会 讲到这个 三归一的意义 父次长者 若菩萨愿常与佛聚 而行于师 是名归一佛 所以一个菩萨 特别在家菩萨 要学佛 佛是为了利益众生 而这样来 帮助众生 布施 这是真心归一佛 守护正法 而行于师 是名归一法 那我们归一法 一定要守护正法 那为了守护正法 各位在家菩萨 可以要多护持 正法道场 正法的任何活动 要去布施 那以此布施 来回向 成佛 回向众生 这才名为 归一僧 所以我只是希望各位 这样读大乘佛经 好不好啊 太快了 以后 我们做成小本 各位就要 爱不释手 这样就好了 天天看 天天看 就像很多人 把无量寿经 把地藏经读了 真本都快烂掉了 但是 但是不能光读 要去思维 你读完 十遍 地藏经 合起来 讲一遍 给人听 要慢慢 读完一品 自己思维一下 比如说 我读完这一品 是十分钟 你不要敢 学佛真的不要敢 十分钟 那我可能要 思维一天 两天 三天 一停下来 就思维那一品 忘了以后 再拿回来 三天以后 逢人变讲 我自己的做 我要告诉人家 这里面怎么做 因为我师父说 经讲一遍 次第 科判就背下来了 因为你有利他的精神 有利他的精神 你的这个真理 外在的精理 真理 经典 就会把你内在的法 自信拉出来 就变成你的东西了 你就会自信流露 去说 去表达出来 就算你不说 人家都感应到 你这个人是读地藏经的 因为你有地藏菩萨的 威仪恨源 加持在你身上 那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 当然我这样讲 各位你要去追求 你要是不自求菩提 你不想去追求这个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你不想追求这个 你有你个人的看法 那就没那么圆满了 请翻到204页 这后面有几个重点 就是说 出家人在家人发怨 这部分在家出家了 应该要发什么怨 那这个怨事实上 也是我们的戒律 所以 譬如说圆满怨的波罗蜜 发怨也是一种波罗蜜 我们念一下 一 佛告诉圣男子 菩萨常于无量劫中 为诸众生做大利益 致心勤作一切善业 事故如来 成就巨足 无量功德 是三十二项 即是大悲之果报也 所以 佛像我们这么喜欢看 这么喜欢拜 是因为像好壮严 三十二像 那这些三十二像 也是从所有的善业 特别是以悲心所做的 所以特别现在末法 使其大家重视这个像 声音 那这些你必须要修 你不能说我心好就好 心好就好不够 因为你要累积这些福报 像好庄严 福德 威德你都要修足 代表你有实修 但是现在你不能三骑跳 你不能说反正这一点我做不到 我就跳到那一点 然后这一点我很有成就感 我就不管这一点 那这样你不能成佛 你只是在追求自己喜欢的 超越跳过那一点 那不行 一切都要修足 所以一个人在 像各位你去亲近一个 善知识 你要观察他所有的像 声音 思想 行为 你要完全观察 所以老实说一个人婆切 有人婆切的十种像 这也是必然的 不然的话 代表他过去是还没修好 那这一点我们当然 我们不到 但是至少这个方向你要抓住了 而且很有意义 我认为人也不是光这一世 我们不断的来轮回 或是发现往生净土 就往成佛之道不退转 直到你找到方法就好了 那毕竟成佛 快跟慢而已 佛告善男子 菩萨常与无量 节中 常 为诸众生 做大利益 随过要百千万世的轮回 都在帮助众生 而且所有众生 我认为 虽然你很喜欢放生 或喜欢做焉供 但是现在 突然一个病苦老人 出现在你面前 你不能舍弃他 那叫你姻缘到 你要想尽办法去帮他 那帮一个老人 你要想那其他老人怎么办 你尽量去做吧 哪怕只有十块钱 只有一百块 没有钱 我也可以去唱佛歌给他听 所以 多去跟他讲佛法 帮他按摩按摩 想尽办法 所以菩萨要有 同理大众的能力 你要影响很多人 因为不然 做不完一件事情 归一身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要有这种 慈悲的能力 所以菩萨 为诸众生 做大利益 自心勤做 一切善业 不能说我喜欢做这个 不喜欢做那个 只要帮助众生的 你都要做 自成自心 勤劳努力的 一切帮助众生的 都要去做 事故 如来成就 具足无量功德 有无量功德 才有向好庄严 是三十二项 是大辈子果报 所以以前我们有出一本 《音源果报》 但是各位现在有网路很简单 Google 哪里都有 三十二项 就出来了 三十二项的音是什么 有好几部经典 用各种角度 为什么佛陀有牛王眼相 为什么佛陀有范音相 各位这个你要研究 你不能说 这个跟我没关系 而且每一样你都要做圆满 至少现在是 圆满是一百分 至少我们现在从一分两分 有在进步 末法时代最大的痛苦 就是不容易进步 不容易进步 那是最浪费生命的 因为我认为 死亡之前的死亡 在我们肉体死亡之前 至少各位把这些贪嗔之傲慢 怀疑业障 把它断除掉 在死亡之前 我们勤作一切善业 回向无上菩提 这个很重要 我们把它念完 二三四五 善生言 世尊是三十二相业 谁能作业 佛言善男子 智者能作 三 善生言 世尊 云和明智者 四 佛言 善男子 若能善发无上大愿 是明智者 菩萨摩赫萨 发菩提心意 身口意等 所作善业 愿为众生 将来得果 一切共之 五 菩萨摩赫萨 常清净佛 身闻 圆觉 善知识等 供养 恭敬 滋问身法 受持 不失 做事 愿言 所以三十二相 谁能够做呢 佛说 有智慧的人 就能够圆满 那重点问 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呢 我想每一个人 希望自己说 自己是笨蛋 愚痴的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人 那佛告诉我们 这一点各位叫 背 什么叫有智慧的人 佛言善男子 若能善发 无上大愿 是名智者 那怎么发愿 那佛都有教我们 如何 善巧方便 能够发无上大愿 那这才是有智慧的人 那菩萨摩赫萨 发菩提心仪 既然我们发菩提心 你归三宝 受了菩萨戒 希望各位要把握 自己一定要受菩萨戒 你这辈子 房子没买到 要受菩萨戒 没结婚 要受菩萨戒 菩萨戒是最重要的 得癌症的快死的 要赶快受到菩萨戒 再来死 这个菩萨戒一受 这个戒体是 敬畏来寄留在的 那当然 你一定要真心的了解 为什么要受菩萨戒 怎么发菩提心 在佛前 虽然现在没有传菩萨戒 假设姻缘还不记住 先在佛前 自己先发愿 姻缘到了 一定要正式的受菩萨戒 那这样就没有白念佛了 这是大乘的重点 那既然发菩提心呢 身 口 意 等所做善业 都是为众生 愿为众生 所以各位 现在一定要告诉自己 自己是个公众人物 自己会 自己是奉献给众生 自己所做一切 都在影响整个众生 这个世界是缘其法 任何一个 一个起心动念 都在影响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贡业 那是最大的影响力 穿透一切的 就是菩提心业 你的菩提心 一升起的时候 它会震动 整个地水火风 最高了 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 是在一个 无上菩提心 所以那既然是 无上菩提心 你身口 一所做的一切善业 都是为了众生在做 将来所得到的果报 也是要回向众生 一切共知 对我们自己 是为了成就三十二项 成就佛陀的智慧 我们也要得到这个果报 但希望所有众生 念一下 皆共成佛道 所以每次都会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这样来发愿 那既然这样发愿 那要怎么去做呢 菩萨摩托撒 要经常亲近佛 去极乐世界干嘛 极乐世界 每天就去亲近 不一样的佛 每天亲近 不一样的菩萨 极乐世界就忙着 极乐世界 没有什么好去 生老病死 看病了 为了钱 为了感情 没有的 所以极乐世界 想医得医 想实得实 没问题了 其他忙着去 早上就去 供养一个净土 一个佛 每天每天 不一样的 每天就是忙着这些 亲近佛 亲近身文 言诀 这些实修者 世圣 善知识等 对他们供养 恭敬 自问身法 受此不识 做此愿 所以虽然我们说 我是汉传佛教 各位要多 亲近南传的善知识 虽然 不是我给他修解脱道 但是南传的实修 你要有 他的实修 禅定 正的阿罗汉 有智慧 这个你要有 而且很多文化传承 可以利益众生的 那你要学会 因为这个都是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不分是佛教 世间的善法 能够帮助众生的 你也要去学 不然你就不能成就大乘万恨 所以要供养 恭敬 自问身法 这个身是圣身 也代表自己的诚心 知道了 受此不识 做事愿言 后面要发这个愿了 我们念一下 一到五 一 我今清静诸佛 声闻 圆觉 善有 您无量事 受大苦恼 不予菩提 生退转心 二 众生若以恶心 打骂 毁入 我身 愿我因事 更争慈心 不生恶念 我后生 在在处处 不受女生 无根 二根 奴婢之身 三 父愿令我生 有自在力 为他及时 不令他人 有自在力 而驱使我 四 愿令我生 诸根巨足 远离恶友 不生恶国 编异之处 常生豪信 色力殊特 财宝自在 无 愿得好念心 自在之心 心得永健 凡有所说 闻者要手 离诸障碍 无有放异 离身口意 一切恶业 常为众生 做大利益 这个回去要多念几遍 成为你的生命的戒律 因为要成佛 一定要发这个共愿 那你就知道什么叫愿的波罗蜜 第一条 我 今 亲近 一切佛 一切身文 一切圆解 善知识等 无量事 灵 为了要亲近善知识 受了很多痛苦 都无所谓 但是不宜菩提 身退转之心 我们就追求成佛 度众生 要去亲近所有的佛法 帮助众生的方法 解脱的方法 第二个 这个更重要 修大乘佛教不能生气的 众生若以恶心打骂 毁入我身 愿我因事更真持心 不生恶念 好不好 这个要发愿 要发愿 不然就下地狱 所以很多人找我出家 先发这个愿 发得再来 师父你太严 没有 这个佛法 不然你鬼谁了 你要 你要真做菩萨 要去帮助别人 就要如此了 所以 别人怎么伤害我 我对他的悲心更强 绝对 不想要伤害对方 我后生 而且要发愿 在在处处 不受女生 像各位愿意来做女生 搞不好是 我也不知道 发愿来的嘛 大部分都是业障来的 男女欲望来的 所以不要做女人 不要做那些 没有男女跟的 或是所谓 阴阳人 恶根 那是不自由的 奴卑之身 所以真实做菩萨 不会去堕罗 做这个 这样至少 各位要发这个愿 做男生 而且女孩子 很喜欢漂亮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各位 你要有个惭愧心 女人 我长得漂亮 很惭愧 所以我那天在机场 我看我很喜欢 回家 我这样 就剩下个眼睛 那代表什么 我这个身体会 让男人起欲望 惭愧 那我看他们吃东西 还很麻烦 拿下 我就盖下来 那布都脏掉了 但是他这样 人家还是保持得非常好 下回参加宝会 通通穿上来 代表有惭愧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因为你要了解 但是偏偏这个梦法 我手很漂亮 你们看到啊 我大腿也不错 我还把它切破 你们看到啊 他就是一直要去 暴露自己的优点 引起对方的注意 那这个是很伤害 出离心的 也没有悲心 因为别人注意你的 外表性感 然后他就会起心动念 那个时候他哪有在念佛啊 所以你就希望别人 看到你是念佛 念法 念生 而不希望看到你 具有男女分别相 所以男人有钱 也不要修臭皮 也会让人家起心动念 所以呢 一定要有惭愧心 不要让别人 因为你而起了 嫉妒心 不分别心 欲望心 嗔恨心 都不应该有 三 父愿令我身有自在力 为他即使 说今天别人需要我服务他 我有力量帮助他 但是千万不令他人 有自在力而驱使我 所以各位 你作为一个菩萨 世间的福报 一定要比别人强 如果你世间福报 不够强 你没机会修行 他叫你信东 你叫信东 不能信西啊 叫你给钱给你 给钱是老大 那你就要听他的 那就是没有自在力 所以各位一定要 广修善业 发福利经广修善业 不然你没有这个自在力 就被赶来赶去 很痛苦的 第四 愿令我身诸根具足 所以六根圆满 远离恶友 旁边不要有恶知识 像各位愿意正式的来寺庙 还算很有福报 现在这个世界呢 恶知识特别多 对不对 那些讲法 几万人几万人 那个没什么好羡慕的 但是没有福报啊 听不了正法 但是我们要多回向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哪一天 连这个老师 都要听闻正法 虽然嘴巴讲地上经 却不知道地上经的意思 多的是 很可惜的 嘴巴念大悲咒 完全没悲心的 这是很可惜的 但是我们要一直回向给他们 一直回向给他们 远离恶友 但是你不能亲近他 你会被他影响 被他影响 所以你本来在做得很好 然后就被他影响 说不要做这个 那个不对 那个不对 如果哪一天 有一个道场告诉你说 你来我的道场 不能去别人的道场 我看你就不要去了 因为这个世界 佛陀要叫我们参 因为远离恶友 你要发愿 生生世世远离恶友 这是发菩提心最忌讳的 如果你亲近恶知识 你没救了 所以佛告迷恶菩萨 有两点要发愿 生生世世不堕落伤恶道 生生世世不亲近恶知识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 堕落伤恶道 你没有机会修行 所以也不生恶国鞭衣之处 那这位就叫鞭地 长生豪性 色力 苏特 财宝 自载 这是基本的 因为大乘佛教在于 影响众生 你要影响众生 你自己的 你要让众生羡慕你 而不是嫉妒你 把你的力量 是要来布施给众生 所以你要出生在 豪性家族 外表好 力量大 殊胜特别 不一样就不一样 而且钱多 再念一下 有钱真好 没钱不是菩萨 你没有修菩提心呢 只是有钱不执着 对不对 这个钱要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就去做 但是不要攀缘 各位虽然我们在做佛教的事 但是不能损福报 二十万做二十万的事情 不要二十万做一百万的事情 会损福报 会伤了身体 要估计好 要评估好 不然的话 你修福报 还修不到那个地方 结果你一定要弄得很大 那时候你就会伤到自己 五 愿得好念心 自在之心 心得永健 要发愿 因为我生生世世保持正念 自在之心 这个心勇敢健康 不会抑制消沉 凡有所说 闻者要受 离诸障碍 当你表达佛法的时候 听闻得人快乐接受 没有障碍 无有放逸 放逸就是追求 虽然努力 但是在追求不是佛法的 叫放逸 离身口意一切恶业 常为众生做大离 要这样发愿 那菩萨要建构自己的 未来的生命 这个愿就是我们 从现在的未来的 应该去医治的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哇 后面还有多条 念吧 六 为利众生 不贪生命 不为生命而造恶业 利众生时 莫求恩报 七 常要受持 十二不经 既受持以转教他人 八 能怀众生 恶见恶业 一切事事所不能胜 既得圣仪 负以转教 九 善智众生 身心重病 见离坏者 能令和和 见不畏者 为作救护 护以 为说种种之法 令比文以 心得调伏 十 见机师身 令得饱满 愿比不生贪恶之心 当淡我时 如实草木 十一 常要供养 师长 父母 善友 素德 于怨亲中 其心等一 十二 常修六念 即无我祥 十二因缘 无三宝处 要在极尽 修即慈悲 十三 一切众生 若见我身 闻处之者 远离烦恼 好 特别第十三条 希望各位 活着会影响别人 别人看到你 听到你 想到你 不会增加烦恼 看到你 会想 哎呦 这个人好精进 这个人好慈悲 这个人好善良 让他生起一个欢喜心 这个很重要 当然我希望各位 如果将来有机会 去亲近到善知识 你要问的是 善知识啊 请你告诉我 我现在的缺点是什么 我是不是一副 令人讨厌的样子 眼神呢 声音呢 走路呢 吃个饭呢 你都要学啊 穿衣服呢 因为我们 我们的身口意 别人看到我们 别人会有法喜 很重要 而且会生起 对佛教的信心 会感动 对你的悲心 感受 所以但是千万 不要再增加 别人的贪嗔痴 所以 特别不要傲慢 各位 这个最难的 独的傲慢 好像新加坡人 有一点 因为我们 环境比较好 受的教育比较多 但是 这一点也要 要注意 要让自己 非常谦虚 不然有时候会 会钻牛角尖 会很多事情 卡在那边 虽然读得高 但是因为 心量小 环境太狭隘 所以就会 看的东西比较 没有那么远吧 所以 那在这一点 要提醒自己 所以各位我也常 佛陀 为什么告诉我们 要常游行 不要天天住新加坡 要这样吗 意思是说 偶尔要去马来西亚 偶尔要去美国 你要游行 你要转变你的心态 女人比较痛苦 家是我的世界 这很痛苦了 那你就会 就会有很多 控制不了的情绪 那你要让自己 休息休息 一个月六天 去世界走一走 去帮助老人院 顾尾院 去参访 去拜佛 要如此 但是有些 菩萨很喜欢 固定去一个道场 我也不是反对 我认为 去一个道场 是他那个法 我就训绝 而不是被 那个感情卡住 那你怎么 加入帮派一样 你也不能去 偷偷跑去 那个道场 会被骂 对不对 特别新加坡 我觉得新加坡 红法活动 特别多 对不对 你去还要穿 不一样衣服 戴墨镜 把我师傅看到 那不很可怜吗 那这个你 进入一个不自由的 那个不叫道场 道场是慈悲的 只要是 对众生有帮助 对你有帮助 都应该去学 翻过来 后面的这几条 就很重要了 一个人有钱 这是基本 那是福报 但是要成为一个 法财长者 就是有佛法的福报 能够布施佛法 但是这个法财 不离开世财 以这个世财 世间的财产 为基本 那进一步有佛法 就像我们布施 实际的忍入精进 会让你有世财 世间的福报 禅定般若 会让你有法财 后面的四个波罗蜜 可以让你广度众生 所以我们也念一下 第六 佛这样讲不是 看不起我们在家菩萨 出家人发这个音乐 很简单 很方便 但是在家人 有这么多恶因缘缠绕了 你又能够发这个愿 太难得了 太宝贵了 是在鼓励我们在家人 更要发这个愿 就像我到极乐世界 修行很清净 没什么 但五着恶事 能够清净修行 一日一夜 超过极乐世界百年 所以我们要觉得 在这个五着恶事 能够发菩提心念佛 虽然有种种恶因缘 断来断去 里里拉拉 对不对 至少我们还抓住 那个方向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 第七 如何做法财长者 七 云合名为法财长者 菩萨若能如是立愿 当之世人 即是无上法财长者 菩萨摩赫萨 具足三世 则得名为法财长者 一则 心不甘要外道典籍 二则 心不贪着生死之乐 三则 常要供养佛法僧薄 富有三事 一则 为人受苦 心不生悔 二则 具足为妙 无上智慧 三则 具善法时 不生交慢 富有三事 一则 为诸众生 受地狱苦 如三禅乐 二则 见他得力 不生度心 三者所作善业 不畏生死 那这个都很容易 但是各位 要把它当作 行为的规范 介律 真实要这样去做 那我想看经典 就像在看镜子一样 对照 我哪里黑啊 哪里不好啊 我哪一点没做到 如果你 现在你很喜欢 研究外道典籍 那你就要这一点想去做 为什么我会 喜欢沉迷在外道典籍 你对佛教的正式的经典 不喜欢呢 那你要去讨论 或者问善知识 要让自己呢 我们去看外道典籍 只是为了帮助他们 可以了 今天你是佛教徒 你去研究其他宗教的经典 是为了慈悲 更了解他 更帮助他 而不是拿这个 去攻击对方 而不是沉迷在里面 二者 心不贪着 生死之乐 所以你不用跟你老公说 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吗 我下辈子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 生死是痛苦的 这个世间 每一秒钟都在痛苦 每一秒钟都在变化无常 那各位 如果你现在三十岁 四十岁 没有感觉 像我这个已经超过六十了 可怜 你就会觉得 这个要写遗数了 因为它随时就有可能 一个高血压 我最近有两个朋友 都是出家人 都少我五六岁 都已经再见了 心肌梗塞 太忙了 我们开箱法是 小心了 太忙了 走了 他们都很冲的 很冲的 比我还冲 再见了 不过我这个人有个个性 再怎么冲 内心里面都 我的特指 这个不知道讲 对不对 我没有烦恼 我没有 因为我不让任何烦恼的事 进入我的心 我不让任何烦恼的事 除了我的妈妈 曾经让我烦恼 但是我已经决定 不再烦恼了 因为我内心不能 我没有发誓 灵舍生命 不离寂静之处 我不能让我内心 起心动念 一定要让 知道这些都是 如幻如画的 都只是一个暂时的 因缘而已 你不能去为这个事情 痛苦烦恼 要保持这样 那我认为保持这样 那睡觉就好睡 上厕所就顺利 精神就好 然后随时就是这样 洞中禅 洞里面要有静 但是我们平静平静的 但不能离开世间的苦 随缘 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但是不能有压力 只有努力 但没有压力 什么是压力 比如说各位 你有感情关系 那是压力 如果你没有感情关系 就没有压力 所以像我们出家 就没有感情了 所以不知道 感情在哪里 那是别人会给我压力 师父 然后压力就来了 那个动机 好像不是来求法的 是来求人的 给我压力 那当然没办法 那问题是 一个打不响了 我没事就好 对不对 那你自己要知道 但是如果你自己很在乎 那又不行 又被卡住了 所以生死的问题 感情的问题 欲望的问题 轮回的问题 各位要看清楚 它是如幻如画的 它是苦的 没有一点快乐 三者 常乐供养佛法生宝 很喜欢去供养三宝 所以各位要到处结缘 到处结缘 哪里有三宝 我们都好去供养 去帮助 广结善缘 好 就不再念了 后面各位回家好好念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慈悲基金会嘉义分会 举办慈悲关怀及亲子教育讲座 恭请海涛法师主讲 日期4月11号星期四 下午1点半 地点 嘉义特殊教育学校 启治学校 地址 嘉义市西区市贤路2段123号 联络电话 嘉义生命讲堂 05-225-5888 嘉义生命中心 05-216-6700 应座位有限 遇参加者需电话登记报名 templesula a 杨树 中文稍 Ber 재�求 自作ноav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我都讲过了 但是 这是我平常很喜欢读的 推广的 所以我都收集在这里面 那现在要跟各位简单的讲解 这140页 《龙亲八尊者》的30条忠故或是忠告都可以 然后后面是他的祭送 那索拉吉堪布呢 慈悲啊就把这30条弄成一个重点跟白话 让我们一下就能够看清楚 那龙亲八尊者我们尊敬他 那是因为他是林玛派的祖师 大圆满祖师了 那大圆满就是一种波罗蜜的空性一样 这是佛法的精髓 所以在林玛教派 各个都尊敬龙亲八尊者 那这里面告诉修行者有30种重点 那大部分是对出家人 但是我认为菩萨是超越出家的 那各位是在家菩萨 这些缺点我们不能有 所以我们一次念三条 然后你马上回光返照一下 一百四十一页 禁居独处是我肯切的第一项劝诫 哎呀用尽一切办法调伏很多众生 在自己周围集合一大群徒众 可能也持有辛龙的四产 但是这是争端的根源 也是执着我心的原因 调伏自新是我肯切的第二项劝诫 在想要去除障碍和降服摩外等等的村庄法会中 有人就会在人群当中显露习性 可是由于贪爱食物和财宝 导致心灵被魔所盘踞 培养善心是我肯切的第三项劝诫 从穷人那里收取了许许多多的税赋 来兴建大的佛像塔寺 与分发许多布施品等等 但是基于这种善意的所作所为 反而是累积罪业过失的原因 第一条是我师父如续长老 我永远都记得 念一下 难得起孤独 永远做孤独的乞丐 我到今天还是这个想法 我经常一个人 我喜欢面对一个人 面对自己 去思维佛法 你不要去 不要去 因为虽然我们在群众有很多的关系 人事物 但是你不能被它卡住 人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去的 基本上要有难起孤独的习惯 那这个孤独是 我看到有些人也蛮喜欢孤独的 干嘛 睡觉 不要吵我 东摸西摸 东摸西摸 可以摸一天的 但是这个不是修行 那那些孤独是 它面对自己的心 让它平静 让它保持慈悲的状态 而不附着外援 就像女孩子就不行 女孩子是 他依赖 依赖在家庭 依赖在男人 依赖在儿女身上 那你会觉得很孤独 万一这些人都不在了 你活不下去了 那这一点各位要小心 所以佛至少告诉我们 要守六灾日 六灾日要一个人睡觉 要面对自己 要净化你的身口意 而不要忙于你世间的成就 当然我发觉我在 很多地方跑来跑去 我认识很多 很有钱很有成就 那嘟嘟嘟嘟嘟 还有更高的是吧 但是我发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当一个人有了一个世间的成就 他就进步不了 因为他一直要让人家知道 我有这个成就 这个慢心呢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各位这一点 我常讲 身如乞丐就好了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 孤独的 而不要活在群众的眼光里面 今天包围的人多我就快乐一点 包围的人少我就痛苦一点 面子问题 这些都不行 要禁居独处 这是龙群吧 尊者给我们第一个圈 要有这个习惯 但是有些人很喜欢聊天 这也不好 所以他也怕孤独 他喜欢串门子 这个叫奇语 这叫戏论 讲的话 都是世间的东西 这也不好 第二个 独处目的要干嘛呢 调伏自心 千万不要 当然我想 现在世间有很多出名的人物啊 影歌星啊 政治人物啊 他的目的 他拿去活在群众的眼光 但是他内心里面 事实上是 没办法自我调伏了 甚至他离开了群众 离开了这些支持 他受不了了 所以 要调伏自心 千万不要去执着 刚刚讲了 财物啊 食物啊 那这样心里被磨 所盘踞了 第三个 培养善心啊 不然的话 这里面讲的是 有些修行人会这样 从穷人那边收起很多税务 啊 来兴建大的佛像佛塔 表面上做了很多布施啊 啊 这样来得到一个知名度 别人赞叹了 啊 所以 基于这种做法 反而累积罪业 所以 善良的心最重要 所以 有一位尊者讲了一句话 这个世界 没有比一个善心 跟善心的行为 更重要的事情 那各位 一定要让别人感觉到 你是个善良的人 好人 喜欢帮助别人 第四条 你好 脚踏实地 是我 恳切的 第四项 劝诫 为了表现自己的伟大 而向人家讲经说法 并利用种种欺狂的手段 来保有一大群尊卑高低的徒众 这就是产生 直闻时有的骄傲原因 我想这个时候出家 比较会 当然现在很多公众人物 甚至还在讲佛法 但是他很喜欢认为有很多人在 在支持他 也会产生这种毛病 所以脚踏实地 有几分就做几分 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不要爱面子 脚踏实地去实践 翻过来 去除贪欲的犯恨 是我恳切的第五项劝诫 用种种欺骗的手段 来做生意 即放高利贷等等 以这些邪命所积聚的钱财 也许可以好好的做一番供养 但是基于贪心的这些功德 是为八式法八风所动的根源 不要期望好处和别人的报答 是我恳切的第六项劝诫 当证人 保证人和卷入宋事 我们也许可以因此调解别人的争端 而认为这是为了利益所有人 但是沉溺于这种 会造成为利益而为 努力用功修行 是我恳切的第七项劝诫 拥有权势 财富 眷属和福德 且名阳四海 可视到死时 这些毫无用处 减少忙碌于这些琐事 是我恳切的第八项劝诫 执事与侍者等担任有职务和厨师的人 是寺院的支柱 但是以这些工作为止去 是产生烦恼的原因 身无常物 是我恳切的第九项劝诫 膝带法器 供养 金像书本和春剧等等 所有必须装备到人烟罕至的深山修行 然而装备齐全是困难和争端的根源 第五条 你看到世间很多寺庙也可能 公庙也好 那些理事长 那些委员都是有钱人 然后这些有钱他就是能够得到 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 希望他做个理事长会长 常务董事 这个是不好的 甚至有些人为了赚钱 就去做那些不好的行业 其实上回有一位马来西亚的有钱人 他说失误我要去赚大钱 结果他卖燕窝 后来还是跑路 因为我跟他说这个行业不好 对不对 这行业伤害到燕子 那我想很多行业 你虽然喜欢布施 但是如果你赚了钱的因是 这些是间接伤害众生的 只是为了得到这个我出钱 我是个功德主 那也是在执着 所以要去除这种贪欲的犯恨 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要征服自己 对外是一种慈悲 而不是有所求 再来不要期望好处和别人的报答 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 因为在古时候没有这些法律 就是因为你是个修行人 那你就做一个公正人保证 他们两个借钱能不能还 这个叫平事 但是往往沉迷在这里面认为说 你这个人处理得很好 那这样也是一种有所得 那这样对你修行有没有好处 再来努力用功修行 最重要 金钱啊 世间的一切是暂时的 这个助缘可以了 但不是我们的目的 目的呢 是要真实有处理心 真实有大悲心 真实能够保持菩提心 真实能够时时刻刻意念空性 最后是为了要成佛度众生 这才是我们生命要努力用功的 但是你可以把世间拥有的 这些东西做助缘可以 利用世间法来圆满佛法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圆满世间法 而失去了佛法 减少忙碌于这些琐事 是我恳切的第八项劝戒 就像各位来做义工做得很高兴 但是做得也很烦恼 不能抢你的位置就对了 这些是通病 现在的通病的问题 所以做义工 或是做这边的执事部分在家出家 目的是借这个世人磨练自己的修行 可以了 来调伏之心 来培养悲心 而不是要占据那个位置 不然的话 越让你越有占据的心态 凸显自己的心态 抢地位的心态 反而伤害你 身无常物 有些人很喜欢 哇 这个是 哇 什么什么什么 敲出来会响就好了 反而 让你自己每天都在照顾这些 怕被偷走 然后很麻烦 那基本上 只是有时候法会 为了让信徒有信心 哇 你知道我这一次几年的吗 七百年的 真的我没有骗你 你不要把我偷走 但是这个只是我去加持的时候 因为我在超度 希望这一位尊者的慈悲 七百年了 很多修行者握过 希望他的力量也融入在这里面 去帮忙超度 让对方听急解脱 那这样可以 但是不能说贪着这些东西 有来历如何如何 最好连这些都不用带 也不会妨碍修行 第一百四十三页 我们就念上面的就好了 言语祥和 是我肯切的第十项劝诫 下面 言语婉转 是我肯切的第十一项劝诫 保持坚默 是我肯切的第十二项劝诫 抛开这一切 是我肯切的第十三项劝诫 纯正的看每件事物 是我肯切的第十四项劝诫 那一个修行人 必须在态度上表现出来 所以讲话 当然我们懂佛法 对 错 各位你讲话要客气 如果你讲话不够客气 虽然你是对 也给别人烦恼 也是错 所以一个修行人 特别是我们出家人 我们不能生气 不能瞪人家 对方错 你错了吗 这样就好了 对方反而 师父你没修行 你起烦恼了 所以不能如此 不能带给自己 跟对方结仇了 对你没帮助 特别我这个放生的人 我喜欢放生 不能得罪人 对方骂我 我也不敢得罪他 因为我永远吃亏 我就怕不能放而已 对不对 所以就很客气 对不起 没关系 不能得罪 上回有一部 我们从高雄 他们帮我载渔车到台北 结果有四部大渔车 有两部死光光 那我们的信徒就很深 去骂那个买鱼的 我说你们完蛋了 不能骂 人家这么辛苦 我载上来 这些鱼 搞不好我已经超度了 钱照付 好几次这样 现在这个人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都他在帮我找最便宜的鱼 最好的 但是如果我那时候我责骂他 这下变成敌人的时候 你也不用放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对方错 反而你是你度对方最好的 几会 言语 祥和 言语 婉转 第十一条 婉转的去告诉 千万一针见血好像很好听 但是呢 你一定要让对方接受你 不然你这次骂他 他跑掉了 你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再讲他错了 因为你一定要 言语婉转 就像老人家都是这样 牵着你的手 再告诉你哪里错 那因为老人家都是这样 所以要一步一步来 再来 保持坚默 就是不要一直要发表自己的立场 我认为自己的这个好 别人的那个不好 这样会产生烦恼 再来 不要执着任何一个法 任何一个法门 如果人家问你 你信哪一个宗教 智慧与慈悲是我的宗教 用智慧没烦恼 慈悲帮助有情 这样就好了 不是我是哪一个法门 定在哪里 因为你执着这个是对的 我修密宗的 那你也错 我修汉传的 我修哪一寸的 我修 《金刚经》里面讲 万法都 非万法名为佛法 佛法 非佛法名为佛法 你一执着他就错了 所以 法就像药一样 是拿来对峙烦恼的 是来帮助众生 而不是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所以这些不能自占回他 纯正看每一件事物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证知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凡一切都是缘起信空的 有什么好执着 你要去看 像各位现在有爱情 有儿女 有家庭 有事业 那你要去看 这些是永恒的吗 这些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我利用这些 来修慈悲心的可以 但是你不要被他的成功与失败绑住了 喜欢站在别人说 我成功了 我儿子很会读书 我儿子赚钱 你站在这个面子 那你还是执着 我们重点是对自己 自己也能够进化自己 去看待每一切 而不是活在别人的嘴巴 好 再念五条 福慧双修 是我肯切的第十五项劝诫 一直解脱道 是我肯切的第十六项劝诫 简直是我肯切的第十七项劝诫 我们把它念完 保持中立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项劝诫 平等对待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一项劝诫 尽量减少这些方面的研究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二项劝诫 去除所有这些活动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三项劝诫 了解如何不执着的解脱自在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四项劝诫 保持谦虚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五项劝诫 观察自己的心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六项劝诫 远离戏论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七项劝诫 实时关照 是我肯切的第二十八项劝诫 福慧双修是我肯切的第二十九项劝诫 哎呀 我们只是在欺骗自己 诸戒行相应 是隆亲八尊者第三十项劝诫 好 我们看一下二十九条 福慧双修是我肯切的第二十九项劝诫 在空性中遵行因果律 虽然我们讲空性不离开善恶因果 对无违法持守三秤愿 小秤之度 大秤杜达 金刚秤即生成火的四愿 那这些我们都要圆满的受辞 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 努力牢狱众生 那一个修大秤行者 众生需要什么法门 你就给他什么法门 他希望升天你就先让他升天 但是你要懂得升天之法 你也实修到有升天的福报 你要修到这样 你不能说我修大秤 但是你没有小秤的资格 你没有这些解脱到的这种 这种无贪吃的状态 那你就在谈大秤 那也没意义 所以我想 然后所谓金刚秤即生成火就是说 金刚秤你现在念度母 你就是度母 你念观音菩萨 你要有观音菩萨的神口意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念佛的人 那你要当下 我念阿弥陀佛 我变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声音 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行为 也让所有人都变成阿弥陀佛 众生都转化为阿弥陀佛 当下都转化为净土 成为一种无分别的状态 叫空性 这个叫即生成佛 即生成佛 讲的是心态 你是这样的观想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保持这种心态观想 那也能够快速成佛 那这个叫金刚秤 但虽然讲金刚秤 不离开自度度他 自度度他是放在一起的 而不是说我是修大秤 我就不用断贪秤次 不是那个意思 那断贪秤次 大秤的方法不一样 他是直接契入空性 万法都虚幻的 根本没有贪秤次 这个东西的存在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消灭贪秤次 也不需要去升起贪秤次 但是你要经常保持这个正念 所以你要有小秤的这种空性 但是有这种空性 但是要实修因果 断和修缮 世界布施要去做 这是回向无上菩提 好 那翻过来148页 就是整个祭送 那各位呢 如果你愿意更了解 就把农吉巴尊者 三词宗告论 统头捏一遍 然后更去了解里面的意义 那152页 这也很重要 菩萨保曼论 阿底达尊者 叫菩提心教父 西藏佛教的父亲 那菩萨的修行重点是什么 那在短短的菩萨保曼论 给我们写的很清楚 155页 那我已经跟各位讲过这个了 阿底达尊者的21条修行的重点 那我为什么要提醒各位看这个呢 因为这些厉害祖师 在藏传佛教这些祖师呢 深入精脏 有金刚称圆满 然后呢 留下的一些简单的和短的 那对我们是一个窍诀 那如果各位深入精脏 又能够有这些厉害祖师 或是现前有这些善知识 告诉我们一些窍诀 那真是太福报了 所以有人问阿底达尊者说 研究精教重要还是窍诀重要 阿底达尊者说 两个都重要 但是窍诀更重要 那就像你开车 有人知道你怎么开更快 那当然你要全部研究完 再去开车也可以 慢一点而已 好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3月29号 香港红法行程 4月1号星期一 上午9点半 即下午3点半 香港北角码头护生 4月3号星期三 念药王菩萨 要上菩萨 持家处罪七千节 上午8点半 板桥被怨寺 八观栽解 慈悲三昧水颤法会 点了电话 02-2951-0565 4月4号星期四 葬立重日 念释迦牟尼佛 持家处罪八千节 上午8点半 半桥被怨寺 清明孝亲报恩 八观栽解 恭送地藏经 联络电话 02-2951-0565 4月5号星期五 清明节 念定光如来 持家处罪四十节 五殿楚江王千秋 中午 上午10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广场 清明孝亲报恩 点万灯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护生 几十时超度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4月6号星期六 一千倍 悬天上帝万寿 上午8点半 高雄和春技术学院 大发校区篮球场 清明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栽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计时时超度 点灯电话 07-556-9911 07-710-3522 07-722-1749 07-365-4369 07-221-2323 07-783-1120 07-622-2555 4月9号星期二 距十月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上午8点半 平东万丹 慈悲超度到场 清明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栽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计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7-710-3522 08-707-1190 4月10号星期三 距十月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寄功活佛成道 上午8点半 麻豆园区 清明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栽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计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6-213-1112 06-571-9119 4月11号星期四 距十月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下午1点半 嘉义启治学校 慈悲关怀及亲子教育讲座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4月12号星期五 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持在储罪三十节 距十月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六点便成江王千秋 上午8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八关栽解 点灯 供水 要供计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5-633-1565 4月13号星期六 距十月 药师如来书圣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一百万倍 上午十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广场 点万灯供万水 要供 护生 祭慈悲诗时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4月14号星期日 距十月 鲜杰千佛书圣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一亿倍 上午8点半 新店大名讲堂 八关栽解 护生 点灯 购水 烟贱 即时时超度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4月15日 日本红法之旅 4月16日星期二 巨石月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日本冲绳 赖长岛 浦间天洞穴 浦天监工 4月17日星期三 巨石月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一千倍 日本冲绳 金武观音寺 金龟仁成姬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栽解 点灯供水要供即慈悲诗时法会 恭请海盗法师主法 日期4月12日星期五上午8点半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地址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上午8点 与董南火菜站备有接驳车 点灯点灯 我的明灯會映染我们的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